阿宇 校长您好 早上好孩子 我这样找你 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吧 我今天请你来是想代表学校跟你谈一下 你在这里继续上学的事情 你在我们这个学校已经学习六个月了 你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 刚到这里的时候 你一个意大利词语都不会 现在你已经能用简单的意大利语对话了 你很聪明 谢谢 我们言归正传吧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当初送你来上学的 是那位叫巴尔的先生吧 是 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没有 他送我来上学后 我们就没联系过 你知道 我们这里是致力于培养 未来社会精英的私立学校 是要收取费用的 你入学的时候 巴尔先生只给你交了两个月的学费和实俗费用 到期之后 我们曾经联系过巴尔先生 向他询问你以后继续上学的费用问题 他说你是他的一个叫阿斌的朋友 托付给他的 但是我们跟他说这里不能赦账的 所以巴尔先生又给你付了四个月的费用 说实话我们很感激他能这么帮助一个朋友的孩子 但是他现在不想再继续了 所以请你再想想 你可以联系你的父母或者是亲戚 他们愿意马上给你支付以后的学费吗 我的家住在温州瑞安马桥古树村 我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也离开了家 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联系不上 再说他们送我来意大利 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 这件事有点复杂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恐怕我要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 你自己有钱吗 对不起阿语 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 你已经拖欠了太多的学费 还有生活费了 而你也找不到继续替你缴费的人 虽然我不想这么做 但是从现在起 恐怕你不能继续在这里学习了 请离开吧 校长先生 我求求你 请你别赶我走 我会更能力地学习 我可以给学校摔碗 做饭我都可以干 这些活我在中国都干过 我会挣够自己的学费的 我会给你学习 巴尔叔叔 我表舅呢 他在哪儿啊 这让人不敢相信 短短半年时间 你的意大利语 就可以说得这么好了 你可真想阿斌 巴尔叔叔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是 你那个该死的舅舅阿斌 我劝了他多少次了 可他就是不听 非要跑到扎翼尔 去找什么钻石 现在呢 一走就是六个月 一点消息都没有 估计他都已经进了监狱了 这很有可能啊 别 别 等一下 我是想说 他在那边做钻石生意 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才没有和你联系 找钻石太容易了 他随便在地上挖个洞 钻进去就可以找到 那咱们去带他家去看看吧 可能他已经回来了呢 呃 他 他以前就因为不交房租 被赶出来过 有四五次呢 这次六个月没回来 房东肯定早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我家里只知道这个地址 要是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别人 那我就收不到妈妈寄给我的信了 那你没必要大惊小怪 给你父母写一封信 告诉他们你的新地址 那不就行了吗 我不知道我的家里人在哪儿 只能看他们来信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父母的地址 他们总能有个地方住啊 为了让我来意大利 他们把家的房子都卖了 进城做生意 哪能挣钱就去哪儿 中国有那么大 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你让我去哪儿找他们啊 啊 等等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找不到阿滨 也就是找不到你父母了 好了 我明白了 我们去阿滨家问问 在这里以前住着一个叫阿滨的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可我刚搬来几个月 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们说他去非洲了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没有 你们有没有收到过一些信件呢 收到过 但是都被退回去了 都退回去了 那好吧 好吧 再见 爸爸 叔叔 怎么样 有我家里人的信吗 没有 阿滨他不住这儿的 他们确实又把房子租出去了 以前来过几封信 但是都按原地址退回去了 那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这话应该我来说 你那个舅舅阿滨他骗我 他自己跑到非洲去到冒险家 去把你这个包袱扔给了我 你们中国人简直是心血的麻黄 你 block 不堆 oops 那你自己马上 把你关剑了 你如果怎么办 做出那么坏的事情来的 不过你不能说谎 不能偷懒 不能偷东西 伙计们 出来 都出来 来客人了 阿语 你来了 欢迎欢迎啊 胡叔叔好 好 跟我说实话 你有十四岁了吗 我还有三个月 就满十四岁了 很好 从今天起 你就住在我这儿了 但是要说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你得靠工作来交换 我会再给你联系 一所公立学校 是免费的 不像那个刚把你赶出来的 私立学校 在那儿 楼上 会有间你的小窝 所以不上学的时候 包括星期天 你得在这里工作 帮助招待客人 点菜 然后洗盘子 每天打印之后 你得负责把餐厅打扫干净 干净明白吗 像这样你看看 一点灰尘都不能有 你能行吗 明白吗 嗯 好 不是我不想遵守关于用工的法律 但有时候法律确实没有办法让人遵守 比如九岁的孩子太小 法律就规定他们不能工作 可我就是九岁开始工作的 你看我现在多壮实 所以你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如果你看见有警察进来 警察都穿着制服 一眼睛都能够看出来 你就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 像猴子一样窜到楼上去 把门锁上 哪怕人家告诉你是总统来了 也不能开门 明白吗 你记住 警察是刀 而我们是肉 被抓住就完了 明白 巴尔先生 我明白了 好 对了 还有件事 你还要负责照顾我唯一的儿子大卫 他本应该成为一个足球明星 但是后来他自己长成了个球 可是不管怎么说 他是个天才 大卫 过来露一手 给阿玉小姐看看 来 过来露一手 看看 怎么样 看看 我儿子是天才吧 还有一件事 客人给的小费 你可以自己留着 我每个月还给你发工钱 但是得先扣除 我给你交过的四个月学费才行 巴尔叔叔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以我儿子的脑袋发誓 拿别的东西发誓不行吗 爸爸 我的小鹿 主一定会保佑你的 太阳每天生起来 都是一个样子的 你会在这里生活的不错 你还可以完成学业 这样麻烦就都解决了 现在干一杯 第一杯 第一杯 为阿宾 这个总是给我找麻烦的家伙 第二杯 是为我的餐厅找到了一名新的员工 这一杯 是为了餐厅生意兴隆 这 我已经喝得太多了 太奢侈了 不能喝了 不喝了 阿宇啊 饿了吗 嗯 过来 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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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 员工 有机会 人还不弄了 有机会 的 有机会 有机会 来 那些隐性的 就会得成啊 那些隐性的 那些隐性的 我们这匹科长跑得很快啊 赵哥 我去了我们八条件的 上海时装 来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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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转内装 出口转内装啊 来看看啊 上海时装啊 来看看吧 这不大 以前这号带 我去查看就行了 来看看这点 还有小号呢吗 出口转内装 银子挺不热的 快来看 快来看 出口转内销 好些便宜卖 好些便宜卖 出口转内销 好些便宜卖 出口转内销 好些便宜卖 球鞋 女士鞋都有 多少钱一双啊 您先别问多少钱一双 同志 您先看看这双鞋 它怎么样 这鞋还真是好鞋啊 同志你好眼力 我告诉你这鞋啊 它是外销到老美那儿 在老美那儿一双卖多少钱呢 十五块 我算你一双十五块人民币 便宜点 我也来一双 可以 为了开张啊 我算你十二块一双 你也别十二了 就十块一双好吧 十块钱你 十块钱我扛大街上来干什么呢 是吧 十一块 你真会讨价还价这位同志 这鞋就是为你做的了 十一块就是十一块 掏钱 给鞋 好 我也来一双 他也拿走 快来干 快来干 来吧 六头短内宵 来吧 好些便宜卖 五头短内宵 四头短内宵 五头短内宵 六头短内宵 四眼你的腰 辙卖辙卖 要有叫才能卖啊 我我不好意思啊 你在课堂上下面那么多学生 你不照样扯着嗓子喊吗 那个感觉跟跟这个不一样 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你就想象着前面很多学生 我能站着 站着 我习惯站着 好极了 来 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使劲 快来看 快来看 出口转内销 好些便宜卖 你看 还是文化人学东西学得快 恭喜你四眼 你出师了 快来看 快来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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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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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啊 不要了 快走 人民子弟兵你什么眼神啊你的 那个警报解除 警报解除 咱们这一排啊 全是温州人 咱们只要在哪儿 哪儿就是温州商品一条街 出口转内销 好些便宜啊 出口转内销 这给您算便宜 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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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是真的 这回是真的 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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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 走 走 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走 走 别跑 且着arla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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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哪儿跑过去了 站住 站住 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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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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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住 站住 站住 别追了 站住 来吧 来 好 嫂子 新鲜的瓜 你看你老往我这儿拿东西 快 坐 你这扣子都 这哪行啊 这都不一样不好看啊 捡破烂的 一样穿 你等着 你别疯了 你还说我会过日子 你比我会过日子 你看你这扣子买得这么全啊 这不是买的 这是冠球二上回上苏州 在一个专门做扣子的工厂捡的 这么好看的扣子 是捡的 你怕我给你钱吧 真是捡的 冠球说 就在那个工厂门口扔了不少呢 说都是不合格的 这多好看哪 你要喜欢你就拿着 我家里还有呢 你说扣子能卖吧 这太少了 多点还行 苏州 苏州跟温州一样吧 也是个城市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就知道 离这儿挺远 嫂子 你不会是 想上那儿去捡这扣子 拿回来卖吧 我想试试 来 同志 我问一下 你知道扭扣厂怎么走吗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扣子是什么厂出的 这个厂在哪儿 麻烦你给我打开 打听一下好吧 哦 小孙 过来一下 你知道咱这扣子 是什么地方产的吗 嗯 听说是红旗塑料厂 红旗塑料厂在哪儿啊 同志 哎 红旗塑料厂怎么走啊 做扭扣的 塑料厂 嗯 你看 在那个路边 三层楼 都不拍摆 有点 解离 统筑 的 对 孙 导致 不能 起来 起来 干吗呀 干吗 偷了这么多新寇子 问我干吗 这是我的 你的 我捡的 捡的 偷来的都说是捡的 我捡的寇子 我就在这块捡的 走走走走走 我在那儿捡的 我没偷 我没偷 尝尝 抓一小偷 我没偷东西 是我捡的 人赃俱在 这都是新寇子 尝尝你看 郑叔您先出去吧 这些寇子 你捡了多长时间 我捡了一天一夜了 你捡这些寇子 干什么用啊 我拿回家卖 你是哪儿人啊 温州人 跑这么老远 就是为了捡寇子 回去卖 就是 我能走了吗 能走了 你等等 你就这么走了 不觉得亏得慌吗 你捡的那些东西啊 大部分都是一些残词品 能卖一分是一分 你坐车过来 花了多少钱呢 两块三毛五 那些东西都卖了 她也不够给车票钱呢 我只想着捡着试试看 要是好 我下次多捡点 你来看看这些扣子好不好 你看看 好 我没见过这么好看的扣子 这些是我们新出的市销产品 如果能带这样的扣子回去卖 肯定被你捡来的那些 要赚钱多 可是我没有钱呢 可以先销售后付钱 有介绍信就行 我也没有介绍信呢 这可不好办了 所以您准够 Australian 因为我们是国营厂 我懂 你们国营单位管的严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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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 等不起 真的等不起 国家的计划任务 下来得越来越少 终于成品库 材料库 都堆到屋顶了 站立 你看啊 我这家办公室 所有的扣子 所有的拣子 你随便拿 如果卖了 我给你结账 卖不了 把它退回我 我相信你 那不行 我不能让你犯错误 我也想让你帮我试试看 我们国营厂 离开了国家计划 依靠个人 能不能有市场 那行 我给你打个欠条 吴大帅 你那张鞋还真管用了 大刚帽算没找咱的麻烦 对吧 有三天 有三天了吗 这闻不到老酒香 还真有点想法了 唐里头啊 你是得了便宜还买乖啊 他若是再来的话 你负责给他们五条皮带啊 我给你负责啊 各位同乡 各位同乡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来排排阵 排什么阵 这几天哪 我一直在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刚来的时候 他跟散兵游泳一样 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的人呢 他就睡马路边 有的人住店 睡路边的受罪 住店太贵 自从我们把这个房间包下来之后 大家少受罪了 钱也省了不少了 俗话说得好啊 礼把靠庄 人靠帮 官老爷还得靠舟仓 你说话怎么跟四眼似的 绕了一大圈 长篇大论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难怪你舅舅唐里头 你这头就跟一个唐梨一样 你能不能赶快长大一点啊 安静安静 让万圣哥把话说完 既然我们可以抱团租房 为什么我们不能抱团做生意呢 不但要把人抱在一起 还要把货都抱在一起 万事你就说吧 你想怎么办吧 我前几天贡献的那双鞋 那就是我们的投资 因为这个投资大家获利了 但是呢 不能光是我在那边付出 大家都不付出 那这个事也走不了多久啊 我这双鞋要和大家来平均分担 不但要这样 而且从此以后 我们就要按照今天所立下的规矩去办 这就叫做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话也没说完呢 我这个投资呢 大家分担的方法有两种 成本价码或者是销售价码 我们看看到底用什么样一个价钱 销售价 慢点慢点不急不急不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 我还得找零呢 给 你看一二三 给你看看 拿拿拿拿好 好嘞 来 找你啊 来 看鞋看鞋 好 来 看鞋看鞋 声音不错啊 你今天没带那个没认出来 现在认出来 别动别动啊 别动啊 别动啊 你干嘛 你干嘛这是 是礼其中打击 都要没收 不行 我才进的货 要不这 我收摊我不卖了行吗 不行 以前也没少提醒过你 别动 来 没收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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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你怎么拿来用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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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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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这样说 就是犯案执法 给给给 是 是 那大鞋没了没关系 那大鞋没了没关系 我们没 没妨碍执法吗 这 这什么意思啊 那是那双鞋算是我买的 两大包鞋都没了 两大包鞋都没了 不差那双 调归调 录归录 这话我也常讲 这是算你们的规矩 没错 够了吗 那要这是规矩的话 那这箱我就收了 谢谢 你承证 下回您来这儿 把帽子先戴起来 少跟我用枪划掉 来 转车转转 快点 打开 打开 转车 转转 转车走了 转好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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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干 连本带地都在车上了 升级了 我们都成了不法商贩了都 不 不会再 再搁那个资本主义委吧吧 不能啊 邓小平不是说了 让一部分人先封过 他要不让做买卖 那怎么付啊 是啊 还一个啊 谢谢 这口水的 我的 我的 大姐 大姐要车吗 不要了 大姐 不贵 真不贵 你要钱贵啊 我给你便宜点 行吧 你看你这么多包 你别说这个女的 她拿那也拿不了啊 要不然这样 真是 你就看着给吧 我来帮你拿 好吧 不用不用 我不做 做不起你忙吧 我不做你忙吧 这大姐真行 等等 走 冷静 你 去吧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СПОКОЙНАЯ МУЗЫ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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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这儿了 一个人拿这么多包 这个女人啊 温州城里怕是没有第二个了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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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睡这儿了 嫂子 还没吃了吧 吃过了 来来来 坐坐坐 睡了 睡了 坐坐坐 嫂子 吃了啊 真吃了 别客气 阿湘 嫂子 你这是干啥呀 扣子你还我呢 这是我从苏州带来的 你看看 你看好看吧 都给你 好看吧 好看 你看这个 真好看 嫂子 你可真行啊 你还真去苏州了 我没想到 这一趟去了 扣子也找到了 还碰着个好厂长 嗯 他奢给我好几包扣子 让我回来试着卖 是吗 我觉得我命可好了 一到了温州 竟碰到你们这些好人了 嫂子 就是因为你人好 所以大伙才愿意帮你嘛 嗯 也不知道这些扣子能卖出去吗 我要不然 一会儿就到那个矮邓桥 去摆个摊 我试试看 要不欠了人家这么多钱 也不踏实啊 嫂子 你看看吧 你这扣子肯定好卖 嗯 好人一定有好报嘛 去吧 去吧 有些小牙之王 哪有心这样 是 最主要是 有你 小牙之 군 小牙之王 朕ade 朋友 咱来 敬少人 敬少人 谢谢 卖钮扣了 好看的钮扣 卖钮扣了 好看的钮扣 卖扣子的 我都没见过 真好看 这个好看 这个也不错 买多了便宜啊 这个也二十个 你看这个 不错 阿姨你这扣子真好看啊 这个二十个你的 万顺哥 我觉得这个开关 不像真的 开玩笑 我听说这开关 都有那个银的触点 可是这个开关的触点 它不像是银的 你看 这儿 你这什么眼神呢你 这不银色吗银色 这是镀心的 这种开关能用吗 你这个小学里头 教语文教算术的 你又没教过电学 人家那叫物理 你这怎么还跟我讲呢 你这 我问你 你刚才说的那个银什么点 它通不通电 通电啊 好 那度什么 度银 也通电 那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会不能用呢 不是那意思啊 银 银的熔点低 如果 如果电压高的话 它就会自动断电 这样安全 四眼 你这教书教太久了 那脑子教傻了 一分钱一分货 懂吗 银的这么贵谁买得起啊 他要是银的 银的我还舍不得卖了 反正我看这不像是真的 我赚钱我不卖假作 那我去卖好不好 能有人买它就是真的 我走了 祝我顺利吧 走了 你就放心用吧 我这开关不但价格便宜 质量也好 你们厂里呀用上这开关 那是又好用又省钱了 你这开关有多少啊 要多少我有多少啊 来 咱厂现在有二十个够 够 够了 那就先来二十 正好 我这一箱里头 就二十个 那行 小张 带大哥去会计那里钱吧 好嘞 爽快 爽快 我就喜欢跟爽快的人做生意 那你手上拿那个就送你了 那太谢谢了 有什么需要再联系啊 好的好的好的 小明 怎么样 干活去吧 干活去吧 好了吗 马上就好 您紧一点 您紧一点 怎么样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上啊 上您别碎我了 马上就好 拧上这就好 来 拧紧了 来 拧紧了 对吧 好了 来 拧紧了 来 拧紧了 好了 梁 来 把他打停了 好了 来 干活了 来 干活了 都起来了 后会都起来 干活了 来 干活了 干活了 你来 干活了 你来 干活了 干活了 你来 干活了 干活了 他们是蠢话 反正人家还没不如你吧 那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的 你呀 还是小心点吧 我不管他失鞋不失鞋 我就知道卖开关 比卖鞋要强多了 起码不必天天被人追着跑 从今以后 我就带着你跟我一块买开关 保证不出三天 把你舍掉那鞋钱全赚回来了 给我挨个房间来找 找着他 让锤后打断了 你到后边看看去 好 我给你看你这么厉害嘴巴 我这开关说出事来了吧 开关 开关 四爷 我走了 开关 开关 把你的包带 开关 来了 来了 看见那个卖开关了吗 看见了 看见 提包的那个 对 就他 刚才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就 就这儿 从后门走的 你们看 就他提着包就从后门走啊 好 给我追 刘哥 这连人影都没有啊 肯定 肯定是刚才那戴眼镜的骗咱们 那戴眼镜说的也是温州光 我看他俩就是一伙的 对 走 回去 走 走 哎 站住 去哪儿啊 还敢骗我们 我 我没 说 那个卖开关 到底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你跟他一伙的 你会不知道 我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 对 给我打 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 这儿过来的 是 你就是 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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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 打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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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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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过来 跑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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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别跑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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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追 这边 这边 快 哎呦 妈呀 王舍哥 谢谢 谢谢你啊 你要不回来 我会被打死的车 应该我谢谢你 我真不白认识你四眼 你够仗义 你 你不都跑了吗 我怎么又回来了 好了 两条街了 我都没看到你 没看他们追过来 我现在完蛋了 肯定要回去抄进去了 不放心我就赶回来了 我跟你讲 四眼这回你真是 帮了我的忙了 我周万岁是 记在心里头了 等我将来发了财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那个 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你还当什么大老板 没有就没有了呗 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下步怎么办 四眼你可别泄气啊 老话说做生意不怕舍本 就怕歇 我们现在就是得抓紧时间 再找商机 看样子 这地方我们是待不下去了 那你也打算去呢 中国这么大 比杭州大的城市还不多得是 四眼你说 中国最大城市是哪一个 北京是不是 不是 亏你还教书呢 北京是首都啊 首都不是最大的 还谁比它大啊 首都不一定是最大的 你比如说 美国最大的城市是纽约 但是它的首都却是华盛顿 我没问你美国 我就问你我们中国 哪个城市最大 上海最大 上海 上海的地处在黄埔江畔 上海了 上海了 上海既然是最大的城市 我们就去那儿 怎么样 四眼 你真的要去 你要不去 我去啊